赖清德副总统才去这个国外访问 然后呢过境美国回来 大陆方面就立刻宣布了举行台海军演 但除了武贺之外 现在更重要要注意的就是 两岸经贸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 因为中国大陆呢 那么特别宣布了 说现在大家关心的是说 EXA会不会终止或是部分终止 因为现在看到是受到台湾贸易限制措施的影响 大陆石化 纺织 机电 设备 汽车 这些多个类别的产品 还有许多物美价廉的农产品跟民生必需品 没有办法对台出口 对于相关的出口企业利益造成了负面影响 这是大陆方面的说法 所以呢会不会终止或者是部分终止 EXA这些品项下面所给予台湾 这些产品的税收优惠 大陆商务部发言人舒玉婷呢 他就表示说 大陆商务部将会结合贸易壁垒调查情况 依据规定研究采取相应的措施 包括国台办呢也进一步的表示呢 他们支持研究看看 这个重点是落在研究看看 是不是要真的如此去采行 这样的一个这个措施 好 中金院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刘大年就说 之前呢针对台湾进口这个聚碳酸酯 就PC所实施临时反倾销税呢 也反映出了中国大陆呢 开始采取一系列措施 但目前还看不出来 有全面喊停的情况 不过大陆商务部呢 过去从来没有对ACFA发表意见 这确实是很不寻常 好 那么现在看到大陆方面这么说 虽然说我们说大陆方面表示 他们要研究看看 但大家也在担心的 这是不是代表说大陆方面会对ACFA进行 某种幅度的调整 黄老师你怎么看 还有台湾准备好了吗 首先我真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大陆会不会对ACFA做调整 我觉得可能性当然是有 虽然说我们看到有一些 中共过去的涉台的官员 他说没有这样的说法 可是从商务部 从国台办的说法 确实中国大陆在研议 要不要这样采取 对台湾相对等于是一个制裁的措施 而且我们要注意到的是 在过去尤其是ACFA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常会开玩笑说 国台办一直帮台湾争取一些 大陆对台湾的开放 首先让所谓的让利 但是商务部他们就觉得说 为什么钱会被台湾赚走呢 那我们自己中国大陆的产品怎么办 所以商务部其实是站在保护的立场 不是那么希望有ACFA的 但是ACFA是因为最高阶的政治决定下来的 所以商务部只好双手一探认了 所以你看今天看到商务部说 我们已经展开调查了 到今天录影为止 已经超过2500项的调查案 正在进行当中 而且国台办跟过去 等于是他跟商务部是有一点点 稍微一点点对立的这个立场 国台办最近说 好啊我也建议 支持研究一下 来调查研究调查一下好了 所以大陆的这官方的风向已经在变了 那当然这个在ACFA 我们主要讲的是早收清单 也就是说有些东西太难谈了 我们把能谈的先谈 早收清单里面 中国大陆给台湾同意了500多项 有台湾500多项可以进口 出口到中国大陆 那台湾只给中国大陆260几项 大概就是一半而已 所以中国大陆说它是让利 有些人不同意 但是你从数字 从金额来讲 确实中国大陆它所谓的 我加个引号 牺牲是比较多的 好 但是呢台湾的中小 特别是中小企业 为什么中小企业 因为除了那些大型的石化业之外 大部分都是像农鱼业 纺织 他们都算是广义的中小企业 台湾到底准备好没有 因为如果中国大陆真的动手的话 台湾的中小企业 在以前ECFA刚开始的时候 它是可以透过中国大陆的市场 而且两年之内 把10%的税降到零 所以我们的中小企业的产品 它可以透过 譬如说产品的精致化 多元化 甚至它是少量多样 透过很多的方式 把它东西化整为零的 卖到中国大陆去 因为没关税嘛 我们卖到东南亚 东北亚 美国都有关税啊 但是如果今天ECFA受阻的话 台湾到底有没有让这些中小企业 真正的转型 那么另外我们来看到 就是说有关于ECFA 不管是中指 或者是部分中指这件事情 其实还有另外一股声音 就是来自于工商界 你可以看到是 中华民国全国工业总会 那么他们就说 从2011年以来 ECFA为两岸经贸的合作 扮演重要的角色 企业界多希望 这个ECFA能够延续 甚至进一步能够推进 而政府接近对岸 可以加强跟民间合作 透过比如说像是智库 还有经贸团体 这些多元管道 来增加跟对岸之间的沟通 重点是沟通跟交流 进而能够增进理解 化解歧见 因为传出这件事情之后 也看到经贸局 经济部的贸易局说 陆方这个贸易壁垒的调查 涉及产品调整到了2500多项 主要就是因为国际海关税则的修订 新增部分产品的税则编号 并不是扩大调查的范围 可是这样的说法 让工商界还是非常的忧心忡忡 现在看到说要交流要沟通 可是我们想到就是 两岸之间本来原来有陆委会 跟甚至是民间的海基会 可是大家在想是陆委会跟海基会 什么时候要上场呢 永远不会上场了啦 海基会等容废掉了啦 陆委会是这样子 这么悲观 先前就不是悲观 我是很严肃的在表示 邱太三在今年年初的时候 不再说春暖花开 可是后来梁文杰进去当副主 包括副主委之后 从北京的角度 梁文杰就是台独分子 有台独分子现在在陆委会里面 所以他们完全不会跟陆委会 任何有一丝丝的对话都没有 那对于ECFA这件事情 我自己在今年年初 就主张它会是非常严重的 而且特别是在今年5月初 当商务部已经宣布的时候说 我们要注意这些政策 在刚刚我们看电视墙里 我们看不到时间 可是实际要注意 他们在5月宣布的时候 当时讲两件事情 针对这次2000多项审查 第一个会公布审查时间 是今年10月 第二个部分是公布审查 其决定的时间是明年1月 而且是台湾选举的前一天 选举投票前一天 所以在这个时间序上 你就看见了 这个ECFA这次审查 就是针对这一次 包括特别是赖金德 或民进党执政 会不会当选 那么我从去年 在我自己所有的评论当中 以我对于北京的了解 我都认为只要是赖金德选上 中国大陆ECFA 即使BruxECFA中断 我认为早收清单一定会中断 会因为长久以来是这样子 蔡英文跟赖金德不同 蔡英文在两岸关系上当中 知道那个台独的界限 可是赖金德不是最近 他在说的这些台独 免去台独精神的主张 而是他已经彻彻底底被认定 所以也就是说 当未来中华民国台湾是 赖金德台独执政的时候 北京一根毛 一毛钱都不可能 让赖金德在赚在用 这个部分是我认为 在这件事情当中绝对的底线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 最后讲点是 在赖金德这次非美国 他出发的同时 这商务部就立刻宣布了 有关于石化业非常重要的 这个聚碳酸酯的这个部分 直接就要有保证金 直接就说是反清销 而且这里头会牵涉到 单单这一项就是每年300亿 300亿 而对石化业我们在 针对于这个300亿 我们在这十多年来 已经赚了2000亿 所以石化业者非常紧张 我最后讲一点的部分 其实是陆委会 陆委会其实在今年5月 北京宣布的时候陆委会是很紧张的 他们的紧张当中 就我所知 他们已经从香港跟中国大陆 陆陆续续邀访了台商 10批以上 去了解就这X化会不会断 那么他们所掌握的情报是如何 政府不是没有做事 但我要讲的部分是 现在陆委会跟海集会 绝对不可能 在明年选举之前 有任何对话的机会跟空间 民众想问的是到底 那台湾该怎么办 因为最近也看到这一场 非常重要的峰会 就是美日韩的三国领袖峰会 在美国的大卫营举办 那会后重申台海和平的重要性 而且建立未来美日韩三边的热线 以因应台海这个区域的危机 在大卫营的峰会之后 也发表了一个叫做大卫营原则 大卫营精神 还有包括三方协商承诺 总共有三份文件 但是大家要问的就是说 当现在美日韩 那么对准的就是中朝俄 锁定在台海交锋 那会不会有越来越多的 这个台海域外国 也想参与其中 可是如果从安全和平的角度 来思考的话 台湾能够做的一定有限 但至少能做什么 其实现在看这个所谓的 美日韩三的峰会 它所凸显的 我们先看它的内容 它大概是有提个 从军事外交跟经济的安保 来共同遏制中国 俄罗斯跟北韩 那为什么这样看呢 其实像它也提到一个 所谓的要共同军演 还要共同开发单道飞弹 此外它还有所谓的供应链 还有所谓的它要进行 一个三方的一个热线等等 还有当然最重要是 跟台湾有关就是 要希望这个 维持台海和平稳定 而且台海和平 对亚太的安定是非常重要的 那因此看有关台湾的部分 台湾其实在属于 在这区域内的就是台海 是属于我们 但是其实在这个 这几年来呢 尤其最近这一两年 其实台湾呢 已经有台海以外的 域外国家都来参与 包括远到从 以美国为首 当然从这个北约国家也过来了 那此外呢 其实中国其实 它也联合北韩跟这个俄罗斯 也来就在东海台海这个地方 有在穿越 公国海峡等等 这些呢 其实我觉得台湾 现在能做的事情 当然就是 我去呼应一下 之前麻生泰然所讲的 其实台湾呢 其实应该是做好的 所谓的一个战备的准备 因为我们知道 有战备呢 才能够避战 我觉得是才能避战 因为毕竟有实力嘛 那此外有实力才有和平 那这样子看起来台湾能做的部分 当然是要去强化我们自己的这个国防力量 让中国知道我们台湾的确在这个国防力量是比较强的 他就会比对对如果一旦要放要发动所谓的台海战争的话 他可能有所忌惮 甚至他认为说发动的话可能会这个要承受很大的代价 那此外台湾在自助的过程中我觉得人助也非常重要 尤其呢其实像台湾跟美日之间的其实都既有共同 不管是地元安全不管是科技不管是民族价值其实都一样的 其实这样子应该是在自助人数上来强化台湾的防御能力 不过前提是不是也应该回推到台湾自身 怎么样去保护在台湾这边的人民的安全 还有就是维持目前的和平这是一个重点 那也听到这次在会后拜登有说 美日韩三方承诺开启国防合作要扩大讯息的共享 加强弹道飞弹的国防合作 在区域发生危机或重大事件的时候 透过刚刚讲的三边热线来沟通諮商 我要问的是三方的海军空军真的有办法 如果真的遇到战时能够联合作战吗 这个问题其实我认为基本上是完全可以的 特别是引擎院上台以后 我们大家知道它是2022年3月胜选 其实2022年大概10月开始 那美日韩三边就举行了好几次海上的联合反导演习 那我们知道联合反导是非常难度高的 它必须要复杂庞大的感测器 感测到你飞弹的相关对你的威胁动态 追踪锁定等等 然后指挥你海上的各个神盾军舰 发射飞弹进行拦截 而美日韩三边这个海军能在日本海进行这样高难度的操演 这个代表他们在海军共同作战 共同区域图像讯息这个部分 达到一个很高的这个程度 那特别是我们都非常清楚 像这个美日韩三边的话 应该分两边 一个是美韩 一个美日 他们年度都有很多类型的 从简易到高难度的各类型的联合演习 因此他们在指挥管制通讯情报 他们是共通的 关心国际大事 掌握两岸动态 珍惜地缘局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